此夫再成绝粮土 乃周晋王三十二年 鲁埃公七年 西元前四八八年 孔子年六十四岁 先是在鲁埃公六年 楚国曾死人来聘孔子 孔子即抑郁往访 陈蔡大夫则商量说 如果孔子被楚国聘用 将不利于我们陈蔡两国 于是决定共同派人在路途中 将孔子及弟子们围困起来 陈蔡大夫要孔子蒙事不去楚国 孔子不答应 于是兵困孔子 又断绝了他们的粮食 而死得跟随的弟子中 有些都恶病了 不能站起来走动 只有孔子依然讲诵诗书 弹琴唱歌 没有一点悲伤恐惧的样子 他派子供去楚国通报 楚王便派兵来解围 而得免于难 在这绝粮七天里 途中有些弟子饿得起不来 只有老师依然弹琴唱歌 神色自若 鼓舞着弟子们 坚定着向道的心 跪坐于孔子之前 或许就是指路 再替孔子打抱不平地说 君子怎么会穷困如此 孔子答复他说 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 但不同于小人 小人穷困则滥意乱作 在此围困期间 孔子与子供 颜渊等诸弟子 有许多重要事迹与对话 均记载于论语上 足为一般人处逆境与乱世中 作为安生立命的最好教训 这些直顿歌 穿着如秦军兵马俑般的武士 及陈蔡所派的军队 围困住不让孔子与弟子们 王楚国